天线宝宝蹦蹦跳跳进场 后面还有一大群人迫不及待 要进到动漫展 今天就来了 四点 大概 十一万 台北国际动漫节 年前热闹展开 还有人特地从外线市来 把行李箱当座椅 昨天晚上走点就来排队 才能抢第一进场 看到有想要我就买 小推车可以当椅子坐 然后 主要是因为住外线市比较远 然后没有订酒店就 干脆来夜排 排中 激烈对战 这款手游集结众多知名英雄角色 让玩家能在游戏中 跟心爱的角色并肩作战 还有沉浸式VR体验 只要戴上VR眼镜 就能来一场虚拟约会 游戏方式也比较心理一点点 像是VR体验 他就是我们自己手机也体验不到 对就比较像是真的是坐在他旁边 或者是看着他做事情这样 精心打扮的女仆装扮超级动漫迷民进党 前立委赖品瑜 郑运鹏也来了 每一次这个漫展的开幕式 我跟运鹏都有来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过去我跟运鹏都是非常非常关心 台湾动漫ACGN产业的发展 所以今天还是在开幕式特别一起来 刚刚有买了一个最近很红的福利脸 那其实我们是消费者 那今天是我跟品瑜卸任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今天刚好取得了 这个动漫发展协会永久会员资格 希望以后买东西可以打八折 展期为期五天 动漫迷满年前 寒假重一波 预算无上限就是要抢到 心中锁定的商品 民事新闻 李冠岸胡重恩 台北报导